陳碧霞、陳小姐、陳女士 第四位 喂 抱歉,我現在是提另外一個問題 等一下請副委會回答 廣評委員問 廣池公園1.66公頃,請問農機為何 突發即答,廣池並無公園 沒有公園就沒有公園,為何廣池規劃案 簡報設計圖裡,每次在南基地 印田寫著公園綠地,不寫廣場 且空間沒那麼大,講的跟畫的不一樣 居民只看圖,以為有公園,片很大 連黃評委員也被猛逼了,好笑 廣池已沒公園了,現在都發局 還想替公園取名字 不懂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公園就是公園,綠地就是綠地 廣場就是廣場,綠地不等於公園 請都發局先理清清楚,再開花 公園要登記才算,政府要做榜樣 再來,比照附近新義計畫區,寸土寸金的安康公園 松德防災公園,還有朗崗公園及福德公園 這些都有台北斷層經過,以前政府為了公安 也替成公園了,廣池南基地一樣有台北斷層經過 現在政府為了開花,就說沒公園了,還狠心的把它毀掉 違背名義,為什麼北基地沒斷層 只是日照權的問題,就可擁有60公尺的完整綠地 南基地有台北斷層的理由,卻不能擁有公園 不公平,有南基地的AV洞,地上設計規劃面積最大 社福商店太多了,要減量 育幼兒活動可移到附近小學空閒的教室裡 環評委員們說,此地做生態森林公園最適當 鼓勵政府做,政府為了政策,用特別條款會公園 為什麼不用特定條款,用在公園上 說明會從不提,重政策輕公園 政府常說,堅持公園,用最高標準,有嗎? 政府要做模範 我們現在請第五位,柯秋平柯女士 為什麼要拆管子公園? 我問你們,有些個拆公園嗎? 我覺得有些公園就不能拆,如果你要蓋的話 就讓兩棟平民區拆掉,就剛好讓兩棟自己來蓋 就比較剛剛好 那為人怎麼要拆光園? 光園都不能拆掉 留著,給後再一個主張來看 謝謝 謝謝 謝謝,那我們下面請第六位,李昭雄先生 發言 謝謝 市政府,各位長官,各位李明,大家聞到 我是中國李明 廣泉洋是開花,對我們一個地方,帶來這個生活機能 對我的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我還不了解,廣泉洋這個地方 聽說有一個斷層帶,避身的斷層帶 就經過,這幾棟大樓是不是在斷層帶的上面 那如何改善這個地質 基礎建設是怎麼樣改善 地下有幾層 這些不太了解 這是公安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徹底要改善這個 我們地方的食衣住行這方面 有關食的方面 我們每天吃的東西 蔬菜啦 水果啦 這些居民每天都要到菜市場去購買 假如廣食完工以後 住進來多少居民 需要每天都要去買菜 採買 那我們規劃的時候 有沒有一樓 或者是奧樓 像那個超市這樣 超商的超市這樣 有賣水果的 食民 或者是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特產 提供我們每天生活需要的一些物件 我們也考量這些 來徹底擺上我們地方的需求 第三點就是 希望施工的時候 馬路要保持清潔 清掃 清洗 不要污泥 丟到馬路上 影響我們機車 汽車 滑倒 這是我的小小建議 還有一點就是 很多以前規劃的時候都有那個 好像飯店這些 百貨賣百貨的 生活需求的基本要求 現在好像看不到 有沒有這個規劃 好像大飯店喔 裡面也可以有一些 結婚廣場啦 結婚廣場啦 或者是辦喜酒啦 喜宴啦 可以在這邊付出給一般市民去辦這個活動 有沒有這個規劃 有沒有這個考量 因為現在 可能是市面上喔 賣那個出租這個 辦一個喜宴喔 一桌 譬如說 交要兩萬 那假設政府單位喔 能夠再增進一些 這些人先的需求喔 帶給我們這個地方喔 更方便 單價可以是不是可以降低一點 減輕我們市民的負擔 這幾點呢 我們建議 請市民單位 考量一下 特別要要求這個 注意安全 施工的注意安全 還有這個地震帶的地方 特別要加強改善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因為我是 比較晚到喔 那我是獨發局總統的資質畢竟羅 那剛剛 從前面有一個那個 電台訪問喔 那我已經遲到 那剛剛針對第四 第五 第六 這個號的這個民眾的反應的部分 那當然 就公園一集 待會兒我們開始 機器人這邊再做一些回應喔 那其實在之前的 不管是房民 或者是我們歷次的說明會 大概都有提到 我們會有一些 呃 綠帶的集中流色 那它的功能 或者它的這個 呃 使用程度不雅於公園 那我想這個部分 呃 我們待會兒PCM會做一個補充 那實際的面積大概多少 那另外對於這個 呃 提到了說在施工上面 如果贊成帶的影響喔 那這個部分會怎麼樣的因應 那另外對於這個 呃 未來的規劃空間裡面 有沒有一些 呃 居民可以使用的一些 呃 商業服務設施啊 或者是 呃 擺貨啊等等這些規劃 那這個部分 待會兒 現在這邊也不錯一些回應 那 呃 是不是我們 呃 因為 呃 我們張議員這邊有到場 那張議員這邊要不要 要先回應 好 待會兒議員這邊再多 好 那是不是 呃 我們就先請 呃 畢線這邊再請華昌這邊回應 那是不是 呃 我們就先請呃 畢線這邊再請華昌這邊回應 那張戶外的空間的面積加起來 我們有大於當初環編承諾的 那個面積這樣子 對 就是綠地 那 呃 呃 同時那時候呼應一些裡面的需求 就是 好比說下雨天 像現在的時候 也需要有一些 半戶外的空間它可以使用 這樣 所以 這個 這個部分有把它歸納進 把它規劃進去這樣子 那 呃 呃 是回應那個剛剛講的 有沒有 呃 百貨跟婚姻關係 那 目前這個規劃並不朝向那個方向 所以這部分沒有 可是比較 比較那個小型的 的店鋪的那個部分 呃 是有規劃的 在 呃 呃 呃 東邊跟西邊這邊是有規劃一些店鋪 這樣子 呃 將來它可以做 做為那個商業使用 那像是左下 右下角 那邊捷運出口的那邊 是有一些 呃 連排的那個店鋪 這樣子 那 這個是華昌這邊 謝謝 那 那 裡面這邊有 有關心到 齁 那個台北斷城的這件事 齁 那先 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就是說齁 我們這棟 低棟的這一個建築物齁 齁 齁我們採用那個力度的工坊 那 在做力度工坊的時候 我們會先做機磚去埋它的缸柱 它的機磚是深入了岩盤10米 深入岩盤10米後 我們還採用法式基礎 用法式基礎來把整個力量 把它分散到我們的基地裡面 旁邊又有連續避違者 至於這些結構設計上的問題 我們在申請建造的時候 要通過第一個耐症標章 第二個要通過結構的外省 有相關的專業單位 來對我們的設計 來進行一個把關的動作 所以各位裡面是可以放心 我們的結構物將來是一定安全的 以上就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我要請問你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建筑的方式 你們的建筑的方式 你剛才提到建筑的方式 我們聽起來當然是很放心 但是剛才經理有報告說 會先對那個周邊的房子做調查對不對 那那個調查是怎麼個調查法 留下什麼樣的資料 否則我們怎麼知道說 將來如果因為受影響 那前後就是before跟after有什麼不同 那你們是有做什麼樣給我們說明一下 這就是牽涉到你剛才說的工程問題 我想這個很重要 你們有留下資料 將來居民說是你們弄壞的 那你們說你本來就壞了 是不是大家說這個問題重不重要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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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對不對 所以如果留下一個before跟after 那雙方公平 那你們怎麼做請給我們說明 這位女士 我想我想我來說明 其實這個是市政府的規定 就是不是他們自己做而已 是市政府就規定所有的興建工程 都必須要做現況鑑定 那目前這個案子 它是依照基地的開發深度 三倍的範圍 它委託了土木及時工會 去對現況做調查 並且拍照做成紀錄 那這個紀錄 它是有工會出具的 而且是有紀錄簽證的 資料會留存在工會裡頭 也會讓監管處這邊做窒息 那麼未來如果有任何的損害的狀況 其實就是如同您講的 這是留下來的證據 在沒有施工之前 您的房子的狀況 那這個可以做來比對 如果確實是施工廠商所造成的責任 那就必須要負全責 我想這個是市政府在法序 法令上面規定他們就要 那所以我們目前所做的範圍 應該就是開發深度的三倍 那目前已經在委託 那個土木及時工會 目前正在作業 那它是一戶一戶去做嗎 一戶一戶做 所以一個房間都做 內部的部分也都會進去做拍照 外觀還有請學率的部分 這個都會詳實的做紀錄 而且是用科學的方法做紀錄 請問一共有幾戶 這個低標一共有幾戶影響到 有多少戶影響到 我們這個基地開發16米 整理3是48 但是我們就做50 只要跟50有卡到的部分 我們都去做現況的鑑定 每一戶都做 包括每個環境 那現在基本上統計應該 資料沒有帶出來 應該有100多戶 在福德街84項這邊 因為我們低標是那邊 所以就往低標那邊做 如果低標的話 就往大道路那邊 如果A標的話 就往福德街這邊做 那低標 低標有幾戶 也會影響林口街80項啊 如果有影響也會做 就是50公尺的範圍內 我們都做 只要卡到一個屋角 在50公尺的範圍內 從我們連續壁往外算 50公尺 那只要50公尺 屋角有在這個50公尺裡面 那一整棟 比如說那一整棟五層樓 那就五戶就全做了 對 所以應該各位租戶 如果你們有 我們在上個月 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做 就應該有接到那個 祭司公會的通知 然後 因為有些人不在 那不在的話 他還會再通知一次 那一次就會由 建管處這邊來正式通知 之前就是 篤幕祭司公會發文 那之後 會由 那個市政府 建管處這邊來正式發文 請問里長那邊有沒有資料 里長 我們隨時都可以調到這個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都有留存在建管處 還有土木祭司公會 我們現在委託的是 台北市土木祭司公會 所以 各位里民 你們如果在這個範圍內 對你們的房子 在施工過程中 你可能有疑慮說 我怎麼會多一條裂縫出來 OK 你就去調出資料 說 我這個裂縫是在工程之前 還是在工程之後發生的 他講的 50公尺怎麼來的 50就是開花深度的三倍 48米 那48米 但是我們就是以50公尺來做 那48米乘以3嗎 不是 16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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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花深度是16 那16乘以3 48 但是我們用50公尺來畫 這樣 就是保守一點 所以低標有100多幅 對 還是全部100多幅 對 就是靠近 胡德街 84項這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 這個後面分紀順序的部分 再來 就發言 民黨這邊要發言 喂 喂 沒有 建議一下 剛才講的都講的問得很好 可是會議進行到最後 有些人就擅長 我們為了 為了 也要感謝前面發言跟問問題的 是不是 這三個人問的問題有意義可以再講 那不是這三個人等會或再問 這樣時間比較能夠進行 謝謝民黨的提醒 那我想這部分 後面有登記幾位 還有4位 那我們把這4位先發言完以後 大家有意見再提出 那這4位我們先請他們 我們先請第7位 的